字幕字幕提供 好了,接着我们回来就讲讲华纳 华纳真的在整个十月中 好像地震那样震得大家 真是天天都有新问题 我們每個月說華納的時候 他會有哪次來陣的 自從James Gunn上任之後 整個華納震到嚇死你 整個DC Universe震到嚇死你 因為月頭的時候就嚇倒了 我們上個月也有說過 Baddam的票房可能搞不定 然後Rock就出聲說 不是的 其實就是應該有錢賺的 然後華納內部人士就出聲 Rock說的東西其實是不對的 那條數不應該是這樣算的 不準確的 接著Baddam已經極速在HBO Max上架了 可能真的要靠這個串流 和其他東西才可以收支平衡 接著的消息就是 Rock就社交媒體入面 不認識所有華納的帳戶 接著那一晚 Rock出聲說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追蹤過 他任何社交媒體 那之後呢 就突然間有流出一堆消息 就說其實原來說 你之前已經拍了一堆電影的 譬如 沙森 和The Fresh 2 和這個 海王 原來他們三套電影都 曾經聯絡過 Rock可不可以把Baddam在這三套電影中 當彩蛋出現的 但是原來就是 最新消息就是 說 Rock就說 我都不會在這三套電影中出現的 那就好像有少少 和James Gun不適合 就已經再流出消息 就說 James Gun 和 Rock 的拳隊已經翻臉了 是 接著就已經說 有機會不會有Baddam第二集出現 那之後再到James Gun那邊呢 就突然間不停地開會的時候 然後 在月頭的時候 就流出大量華納的消息 就說 神奇旅俠第三集 本身那個 劇情就和他們DC Dance 的未來電影發展就不適合 就直接是 各自了 導演都已經 執了包袱 走了 接著超人 就說 有機會不會拍續集 閃電俠那套電影 就已經剷走了 神奇旅俠和超人的劇情了 因為他們其實上個月的時候就說 是 召回了兩個明星回來 會拍這個彩蛋的 就說 直接不會出街了 接著就說水行俠有消息就說 拍完這個水行俠2之後呢 上了之後就會 退役了 但是他那個 演員呢 就會繼續做Lobo 這個角色 就會在華納裏面 繼續出現的 接著水行俠2呢 就說因為這個製作成本過高 就不會進行這個額外的補拍 接著 James Gun就出來說 就說 其實大家 有些東西 現在這幾天傳的 就是有些東西是真 有些東西是假的 有些東西我們自己都沒有決定 就說明 就是1月呢 就會公佈 究竟 DC的未來發展是會怎樣的 但是這幾天的消息 仍然是不停地吐出來的 嗯 那就突然間又出了一件東西的消息 就是 那時候 Bad Girl 和The Fresh 沒有Michael Gaydon 那個蝙蝠合 就是那時候 86年那個時候 那個 是元祖Badman 元祖Badman 那接著 Bad Girl被人剷走了之後呢 其實原來 Michael Gaydon 簽Bad Girl 那個時候 其實是 簽了一套電影 就是他會再飾現 編蝠合的 就是拍攝未來版的Bad Man Bad Man Belong 那就說未來 他退休之後 有個年輕人走進去 打劫他家裡的那時候 發現了一件Bad Man衣服 就被Bad Man抓了他去做編蝠合 這個是有卡通片的 是的 之後就說 其實他會在這套電影裡面 就和貓女 繼續這個 之前第二集那時候那個 愛情故事繼續下去 原來這套電影也剷走了 他剷走了這套電影之後呢 Bad Girl裏面的製作小組呢 就把 Michael Gaydon在片場的照片呢 就自動流出了出來 給大家看了 我們會出翻照的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的 James Gun 除了說1月會公佈 究竟他們的未來會發展 成怎樣之外呢 其實他也都有人已經流出了 就是我和其他朋友 比較喜歡那兩套卡通片 就是正義聯盟 就是Justine Unlimited 那套卡通片 和少年正義聯盟 那兩套電影就說 其實華立之後電影的方向 就會盡量跟這兩套卡通片的模式 去發展下去 那也都說了 James Gun 就是說 他們未來發展就不再是電影的了 是會跟這個 漫畫、遊戲和 就是好像Marvel那樣 所有東西都會放進同一個故事裡面 是的 那Rock 也都在月中的時候 發了聲明 就是說我們已經和James Gun 談過了 就不會在第一部份的 Marvel的電影裡面 有Bad Adam 再出現 那應該是之後才會再回歸的 是的 那接著就 神奇旅合的導演就發聲明了 這個項目應該都是刪除了 是的 神奇旅合第三集 Pattie Jenkins就在她自己的Twister那裡說 就說 既然神奇旅合不搞的話 那她就會把她的注意力放回星球大戰那邊 那她說星球大戰那邊其實從來沒有停過的 那一直都在發展 希望現在可以重新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記憶 其實我們之前也介紹過了 Pattie Jenkins其實一直都是 跟Lucas Film在發展 這個Rogue Squadron 即是X-Wing電影的劇本 但是中間就遇到很多波折 那就原本 預計了在2023年的年尾上映 但是現在都下架了 那就變得遙遙無期 那就希望 如果Pattie Jenkins可以放下 其他這些項目之後呢 那就把她的 注意力集中在星球大戰那邊呢 那希望這個項目可以重新 因為其實她的消息就說 原來她是跟 佐治魯卡斯那邊請了一架 因為她說她想專心 搞好了神奇旅合那個電影 因為其實她說 其實本身都不夠時間 拍合道中隊 即是中文名的 星球大戰那裡 就說其實是明年9月會上的 其實之前佐治魯卡斯那邊 都只不過說是暫停的 就不是說取消了一套電影的 由頭到尾都沒有說過取消的 但是坊間那些人就 出聲說其實就已經取消了 其實Pattie Jenkins 也都在她自己的 Twitter上裡面說 她一直是有跟這個小說 即是這個合道中隊小說 一個作者 Michael Steppel 是有聯繫的 她就問Michael Steppel 很多意見 Michael Steppel 也都在自己的 Twitter那裡承認了 是有這樣的聯絡的 他們兩個人之間 所以這個項目其實 一直都在進行 不過以一個很緩慢的步伐 看來是 講到Star Wars 我們上個月有盛傳過 Star Wars迪士尼 換CEO之後 KEKE的位置就說有機會退休 又有消息流出來 就是說KEKE 如果是要退休的話 或者退出蘇卡斯的話 就應該是2023年7月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想她在 奪寶奇兵6月上了之後才退休 盛傳就是因為她那份合約 就她完成了整份合約之後 就可以得到 2500萬至3000萬的美金 若滿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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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儘管看看 是的 我們有消息就再公布 但她就算若滿離開 都是若滿離開 不是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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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明不是兜酒 就是正常的 我自己的見解就是她有機會繼續 可能做多兩年或者三年才真的退出 正正的迪士尼是一個風雨飄搖的 多時之秋 是的 起碼現在星球大戰我都算穩定 你可能是新的電影 可能搖搖無期 但我覺得兩三年之內必定有的 另一方面她在迪士尼巴士的成績也不錯 雖然Andor 你說 那個成績 觀影數不太理想 但她先贏了後期 起碼讓我覺得好看 是的 跟著 其實你亦給了很足夠的時間 Derek Verloni 和John Fievel 去籌備 Mandalorian的第三季 和 阿蘇卡 是的 之後Skeleton Crew又有傳聞 是會在一起的 是的 即是這一連串 即使作品推出之後 可能又會掀起一個小小的熱潮 也不奇怪 Bad Batch Season 2 是的 變成了Bad Batch Season 2 星球大戰又不是那麼水深火炎 我反而Marvel遇到的困難 可能更大 麻煩很多 哈哈哈 因為第四拍真的被人罵得很厲害 是的 即現在她要穩定一個新的路向走 Marvel遇到的問題 我想相信遠遠比星球大戰嚴重得多 是的 說到神奇旅俠 神奇旅俠的演員Gail Garado 這幾天外國有消息說Fast 10 是Fast and the Furious Fast and the Furious 第十集已經開始聯絡她 希望她回去飾演之前死的角色 如果她也回去第十集 今集的奸角就是海王 是的 也會有Miss Marvel的女演員 也會在這部電影中 DC和Marvel的所有大部份的演員 也會在這部電影中出現 這樣也比較有趣 因為其實消息沒有錯 第十集和第十一集 就將會是這個系列的 最後兩集電影 應該是一次過拍的 因為就算是上一集 韓哥 都原本死了 都可以回到你的 其實 神奇旅俠要回來的 這部電影有多難 可以亂寫一個故事 就令到她回來的 其實這個系列我沒有追害 也不是很大 沒有追害的 因為其實我都已經說中了 玩上太空的 我之前已經說下集上太空的 你不要讓我說中下集就潛水 那些車就會 其實尖刺幫做過這些事情 是的 其實只不過是變成他們版的 他們版的賽車版 是的 是的 那 我經常都是覺得 入場看電影 就不要用那麼多大腦去想 就會舒服很多 這類的東西是 是的 如果你所有事情都要想的話 就沒得說的了 所以我沒有跟開這些 沒問題的 另外一則都是扔到DC 既然超人不做的話 Henry Carfield 就說了 如果不會在第四季的Witcher 即是Netflix的Witcher 那裏繼續的話 那他現在就把所有的 注意力就轉到另一個 遊戲的Fanchise 那裏 就是Warhammer 是 他剛剛就跟亞馬遜宣佈了 他會自己負責監製 Warhammer 系列 同時也會演出 這個電視劇系列 亦都希望把這個 Warhammer 不僅僅是 造成電視劇 甚至有可能造成電影 也不出奇 那天早上其實有消息 其實有消息 就是亞馬遜那邊 已經在扔中 超人去搞這個 Warhammer 4000 然後晚上就突然 超人自己出Twister 我和我女朋友 都會全力去搞這個系列 這樣 是的 其實為什麼他不自己 在Twister 前一天就公佈了 跟James Gun他們那邊 聊過了 因為James Gun那邊 想reboot 那個DC universe 就是用一個 年輕少年版的 超人開始的 那他就暫時沒有份 但是也都在談 究竟會不會有其他 項目是可以繼續合作的 那 超人就直接 已經在自己 Twister出聲 就是說我不會再做超人 這樣 不過Warhammer 是他的志向來的 因為他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 遊戲迷來的 是 不是打遊戲的迷 打遊戲的迷 不是遊戲的迷 就是 小心點 是遊戲 他對所有 一切遊戲機的 都有很濃烈的興趣 包括他之前也提過 他想 爭取一下Mask Effect 所以我又覺得他 OK的 他會搞得怎樣的 不是 因為他之前在直播 那時候 即是他自己在直播 那時候 他自己在直播 那時候去砌 砌電腦 他也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他進了 去 Warhammer 那個辦公室 裡面 是看那些 未來會出的 Warhammer 的 公仔 和 一起在這裏 其實他本身 是那些 真是 灼油的 遊戲 米 他主力去搞這件事 也是OK的 除了這兩套之外 其實也在坊間盛傳 新一代的007 會找他做 有幾個明星 除了他之外 他是候選的其中一個 是的 他是候選名單 都應該是比較高分的 其中一個演員 另外一個 覺得他如果在Netflix 可以繼續 就是 不實為一個好選擇 是的 因為他本身 都想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 是的 講開Netflix 就繼續Netflix 先吧 在美國有一個消息 就是 根據一個統計 亞馬遜的 Prime Video 剛剛在美國本土 上客人數 就超越了Netflix 成為美國第一大的串流 平台人口 是的 這也是為Netflix 敲響的一個警號 因為Netflix 剛剛在上個月 轉了這個 有廣告的收費計劃之後 就發現 其實上客量 都不是想像之中 那麼理想 看來Netflix 也放鬆了口氣 對打擊有關 共同分享 賬戶的問題 這件事 是 他會繼續做的 但看來他的手段 就會 拖慢 稍稍拖慢 或者放輕了 是 這個我們 拭目以待 是 接著現在講亞馬遜 其實還有 還有兩則新聞 就是 God of War 就講了 會拍這個 真人的電視劇 就是亞馬遜的 還有 因為 其實我剛才還在說 美國那邊的 訂閱人數 還沒有 過了Netflix 其實就說 檢查數字 其實大家去訂閱 是為了看 魔界的電視劇版 是 因為其實前幾個月 就已經結束了 Season 1 Season 1 跟著 其實說 第二季就會 2023年開拍的 就會是 全女導演 去負責 第二季 全女班 全女班 那就應該也是 大家應該罵到飛氣 因為其實 我看了頭幾集 其實現在也罵到飛氣 因為全部都是女主角 整套戲都是 很多問題 就是看完之後 再開一集 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故事 是沒有任何小說背景 以及故事背景的 是真的亞馬遜自己 自己重新去製造中間的那段空檔時間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第二和第三世紀之間的故事 是 剛剛就是小說 沒有觸及的一個空白空窗 是 是 是 接著講開串流平台 也講一下Netflix自己本身的消息 有大型收購活動就出聲了 就是說 Microsoft 一月的時候 月初的時候 就收購了暴雪 收購了暴雪的母公司 是的 收購了暴雪 但是這個未成事 因為要通過美國的競爭 壟斷法 看看有沒有觸犯這個反壟斷法 稍後再回來講這個 我們先講Netflix 有消息就說 其實是 Microsoft想收購了Netflix 就是因為Netflix現在在搞遊戲公司 因為我都下載了部分的Netflix的遊戲 它有一個叫做12分鐘的遊戲 是 之前在 Steam推出了的 都很好玩的 不停地重複那12分鐘 你要想辦法如何救回自己老婆 Netflix 就收購了 將那隻遊戲扔了上去 iOS和Android 大家如果有Netflix的帳戶 就可以下載那隻遊戲來玩 是 小島壽夫 都曾經 讚好過這隻遊戲 是 他在他自己的Twister上 剛剛推出的時候 他都說這隻遊戲 好東西來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下載來玩 又有Netflix的帳戶 如果有Netflix的帳戶 之後第二個消息就是 我的英雄學院 就會拍攝真人的電影 就是Netflix拿了的 是 就是OB-1和 活斯大軍的編輯 粗度 暫時只有這麼多消息 但是我很想他不是拍攝日本版的 我的英雄學院 因為他的故事本身是說全球 超過九成人都有超能力 他之前漫畫早幾期的時候 是說美國那邊有英雄要來日本幫忙 我希望他反而是 不是拍攝日本那邊故事 可能是拍攝其他世界地方 不同的地方的英雄 反而可能會令到這件事 就好像一個外傳或是Athrology 是的 可能令到大家 新鮮感會 還有少少一點 就是罵少一點 你知道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罵 是的 那 還有兩單 還有兩單 很快 接著就是City Hunter 日本那邊就說了 會再拍Netflix的 暫時未知是電影還是電視劇 不過很大機會都是電影的 那男主角就是那個時候 變態蒙面那個 男主角就會做回 盲波 是 我應該叫做寧木亮平 是 就會做回盲波 是 應該2024年的時候就會上 接著我比較喜歡的 雨傘學院就說到明 拍第四季的時候 最後一季的時候是六集 之後Stinger Fing 就會拍動畫版的 是 交代在日本那邊 有一對孖山兄弟 打機的時候 就無意之中 跌入了Upside Down的宇宙 暫時消息就是這樣 那麽 Microsoft收購Netflix 這個我們繼續留意 因為現在都是很 初步 很初步 對 的消息 但是剛才說到 Microsoft收購 Activision 即暴雪的母公司 就在美國遇到阻制 因為要過競爭委員 雖然他們覺得 其實最終都會由法官判 贏面也是高的 但是剛剛有一則消息 在英國那邊 英國的相關組織 也都在民間之中 進行了異見收集 看看究竟Microsoft Activision 平球在英國那邊 過民意是怎樣 初時他們 他們坊間就預計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 但是出來的結果就不是 他們收了2600個 二件書 看過之後 就添加了其中500份酒 因為似乎是一些無理萬賣的訊息 他們覺得是有效的 2000多份二件書 其中七成半 是贊成Microsoft收購 這個Activision 而他們不覺得 會造成市場壟斷 當時其中一個 反對得最重要的 就是Sony陣營 因為Sony暫時 在PS5市場上 即這個世代的遊戲機市場上 是佔一個領導地位 是 在PS4當時還是 是的 這個收購 尤其是Microsoft 之前已經有收購 其他遊戲公司的動作 令Sony擔心到很多遊戲 尤其是大廠的遊戲 會跌落到Microsoft的 即是Microsoft Xbox專有 是 你PS5的機主是沒得玩的 是 但Microsoft已經走出來 否認了會用這樣的行銷方式 他說現有的IP 這些遊戲題目 如果已經在市場上有PS5版 將來也會繼續有PS5版 我想這個是給一個信心 監管機構 即是令監管機構 意識到他們 不會做一個這樣 壟斷市場的行為 但反而 而在Sony專有的遊戲裡面 其實都是過兩三年之後 才會丟出去其他遊戲公司 沒錯 所以Sony這個動作 其實不能吵 其實在Gamer裡面 就不是那麼多人支持 是 因為它本身說自己的事情 它自己都在做 沒錯 尤其是有了英國監管機構 有得出來的調查結果 在美國那邊 其實都有一個指標性的作用 這個我們繼續觀察 但Microsoft收購ActiveVision 這個就在繼續 先離身 我是Microsoft陣營的用家 先離身 我幾部機都沒有 我是玩電腦版多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繼續下一節